OdioJungle 银行和房企人士陈平化名30日对中国证券报表示LDQUO刚刚得到银行通知将暂停开发贷的申请具体实模式后恢复还不知道 Ertco报道称在陈平接到通知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已有部分银行下发相关文件或已暂停受理房地产行业新增受信业务或暂停开发贷业务 银行和房企人士表示在监管区延下部分银行在房地产相关贷款业务上会更加小心谨慎 Ertco我们目前没有暂停新项目申报但也基本没有人报房地产项目了 Ertco中部某银行房贷人士吴佩发明对改报记者表示某信托研究人士李峰也表示 目前房地产行业被重点掉控信托业的产融资受到的监管压力较大 Ertco现在资金非常紧张 Ertco房地产资深人士30日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另外土地流标出现房企资金紧张 至1月30日北京土地出让市场 今年已有三宗地快流拍 中原的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隐形受信资金紧张 信托融资难度越来越大 房企面对高成本的地快未必能够吃下来 土地流标出现 显示房企资金压力越来越大 张大伟还表示 随住监管层严控别行信贷和信 托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 房企融资难度越来越大 近来中共对房企融资监管驱严 1月26日中共银监会公布 这商银行行周分行 向资本金不到位的住房项目发 放房币产开发贷款 被罚款人民币20末元 此前中共银监会还明确 2018年将对直接货变相为房企支付土地购置费 用提供各类表内外融资 像LDQUO4正RDQUO不全 资本金为足额到位的商业性房地产开 发项目违规 提供融资等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月5日 张大伟表示 从各地楼市调空看 预计房企资金压力还将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 发债等渠道还 有可能继续收紧 2018年将是房企最近4年来资金压力最大的一年 另据华尔街建文1月30日报道 多地房贷利率或上吊 日前 南方都市报援引案揭中介的消息说 从2月1日起 四大银行对广州地区无房或有房 已结清的住房案揭利率上浮10% 对有房贷的二套房购买者利率上浮20% 莫过有行广州地区相关负责人确认 有上吊房贷利率的一项 报道还称 近期 南京 合肥 兰州 温州 青岛 天津 武汉 杭州等多个城市 首套房 及二套房贷款利率普遍上浮 且不度多达两位数 但相关消息未获官方证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